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我是Aline 今天的视频呢是Brand Talk 其实呢我是一个算是品牌忠诚度还蛮高的一个消费者了 那有几个品牌呢是我一直不断会去购买 时不时也会去上官网看一下他们最新的一些上新啊 比如说他下一季要出什么新款啊,我都会去逛一逛 既然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每一个品牌单独拎出来 稍微跟大家聊一聊 那今天的主角呢就是Totem Totem呢是一个来自于瑞典品牌成立于2014年 算是一个很年轻到现在今年2022年8岁左右的年龄 算是非常非常年轻的一个品牌 它从创立到各种硬丝博主穿搭就会出现他们家单品呢 是从2018年开始 直到去年的这个热度呢一直都是指增不减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视频特别适合来跟大家聊聊Totem这个牌子 它从2018年开始到现在呢出现了不少的爆款 如果你是稍微对穿搭有一点点感兴趣的呢 你大概去刷一刷小红书或者刷一刷印子 你就会看见这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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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些呢都是出自于Totem这个品牌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们呢就是先聊一聊Totem这个品牌的品牌背景 然后一些他们的创作理念 我眼中的Totem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牌子 给出了几个关键词 我也想要大家推荐一下 就我作为一个比较忠实的消费者来讲 我觉得Totem有哪些单品是非常值得大家去考虑 然后去入手的 Totem这个品牌呢其实是由Aileen Klein跟她的老公Karl Lindemann 这个夫妻俩创立的一个品牌 他们俩是在2014年结婚的 也是在2014年创立的这个品牌 说起Aileen Klein那其实是一个时尚博主的出身 她当时是在瑞典非常非常火的一个博主吧 就也跟H&M出过这个就是以她名字命名的这么一条服装线 她算是一个很成功的博主 后来呢就转型做出了自己的品牌 两个人呢在纽约搞出了Totem这个牌子之后呢 他们就搬回了斯德哥尔摩 就是她的老根据地嘛跟她老公有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 我也会把我找到的图片放在这儿 那她现在这个就是她还是在Instagram上面 你们可以去翻啊 还是有她的这个活跃的这个痕迹在了 更多的是穿自己品牌的东西 但是翻她的Instagram的时候 我就在想原来是这么一个女人打造了Totem这么一个牌子 我觉得就是Totem就是写着她的名字的一个牌子 就她很适合她的,她的风格的东西完全传递到了Totem这个牌子 我在知道Totem这个牌子之前呢 我并不知道她的这个创始人的名字跟我是同名 所以我就觉得我的天啊 这太有缘分了 Totem是一个只做女装的一个牌子 再加上一点配饰鞋子、围巾、帽子、泳衣之类的一些周边 她的主理人Eileen Klein 她作为一个时尚博主 就是她是能够把她在做基轮款的同时呢 暗戳戳的去加入一点当下或者是她觉得的一些比较永存的一些时尚的元素进去 让一件好像看上去很平平无奇的单品呢 又有点不同于其他牌子出的一些基本款 虽然看上去都是一些基本款 但是她在基本款当中呢 做出了一点自己的小心思小花样 比如说像她经典的那款扭缝牛仔裤啊 她就是在普通的两个牛仔裤当中做的一条扭缝的一条线 其实是她在他们家算是一个比较早的单品 但是一直火到了现在 用料非常的扎实 就不管是用羊绒的羊毛的 包括她在选择做那种类似蓬蓬的毛衣 像我身上这一件这种开衫 这种毛绒绒的开衫的时候 她也是会在用料的选择上面有别于其他的牌子 那像这种毛绒绒的开衫 大家第一想到的就是马海毛 但是他们Totain他们家呢 没有用到这个材质 他们用的就是羊驼毛 羊驼毛跟马海毛呢 在视觉上看上去就是乍一看 其实是很像 都是这种蓬蓬的 但是羊驼毛对于皮肤的亲肤度是要高很多的 所以我觉得它在用料方面呢 也是有一定考量的 我给出了四个关键词 能够非常好的去形容我心目中的Totain 这个极简主义 他们家的款式你一放眼官网就会在想 这不就是一个卖基础款的一个网站吗 进官网的第一页到你逛完的最后一页 你都会发现 就他们家只卖那种日常要穿的 极简的那些款式 它不会有那种花里胡哨的 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存在 或者是它在设计方面呢 它也不会就是一下在一件衣服上 用超多的东西杂揉在一起 你只会看见最多不超过两种元素出现在 同一件衣服上 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他们家做到了那种 简约不简单的 不是说花里胡哨很抓人眼球的那种 大家去看一看他们家的这款毛衣 就我之前有穿过的那个 它是一个高领毛衣 每一个品牌都在做高领毛衣 但是他们家的这个高领毛衣 是在脖子的这个侧面开了一条拉链 虽然说我只是在一个比较oversize版型的毛衣上面 开了一个拉链就很简单 但是它在通过这种很简单的一点点小改变的时候 又给这件衣服增加了那种更多的可能性 就你可以拉下来穿 可以敞开来穿 可以拉起来穿 可以折下来穿 不同的穿法去对待这些毛衣 这就很好的去解释了极简主义 但是又富有设计感 简约不简单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诠释 然后接下来再看一看 就我给出的第二个关键词 Essentials 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件单品是说 我平常可能穿不到 或者是说我觉得我没有场合 需要穿到它 都是那种属于一件衣服可以穿好几年 记忆点不是特别高 但是由于它质量比较好 用料比较扎实 所以你一件衣服可以穿好几年 可以反复的去利用 从T恤牛仔裤 到西装西裤 到外套羊绒大衣 正式的场合也有 工作上班可以用到 包括你平常家居 在家或者是比较休闲 周末双休日穿搭 需要用到的衣服单品 它都有 大家如果去再勾勾自己的胶囊衣橱 找不到灵感的话 可以去逛一逛他们家的官网 每一件单品都是可以重复利用的 这么一个点存在的 接下来呢 就第三点 Limited Color 它其实跟我刚刚说到的 那个极简 是有一点点相关联的 你去逛他们家的主页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其实他们家颜色特别的少 而且同一件衣服上 绝对不会超过两个颜色 就每一季的颜色 出来了之后 你都会发现它没有那么多花里呼哨的颜色 不会有说 为了应季去搞一些 当季非常流行的颜色 即为了迎合这个消费者的这个 比如说这个时尚的一个潮流 他们去搞了一个BB绿 或者是他们去搞了柠檬黄 那虽然这些东西呢 当下看起来是很好看 但它真的经久不衰吗 其实不一定 颜色的选择上面呢 头太算是很理智的了 它并没有说为了跟风潮 然后去选一些有一点违背自己品牌初衷的颜色 即使它再出一些颜色稍微比较明艳的 比如说前段时间非常火的这条围巾呢 是这种熟维草绿 虽然说它也是绿色 但相比起那种BB绿 它的饱和度低非常的多 而且它更好的去跟我们平常衣柜里面 经常会出现的黑白灰米 这四个颜色去进行搭配是没有任何违和感的 所以我觉得它在颜色选择上面 也是很有自己的考量的 然后接下来最后一个呢 就是那个Singular Pattern 不断的重复 利用再利用 首先是这个大logo 印在它的围巾上 印在它的衣服上 印在它这种丝制的这种衬衫上 它是把它们家的logo放大了之后 然后不断的排列重复组合利用 从而去达到了一眼望 我去我看不见你是在印你们家自己的logo 但是细看一品好像是这么一回事 不是为了印logo而印logo的这么一个感觉 这个印logo这个印花的办法 绝对是我这几年来看过的就是最好的 时尚就是一个轮回嘛 所有的品牌现在又都回去 再做自己的logo印花 但是就只有Totain他们家的印花logo 做的是最看不出来的 还有一个他们不断重复利用的一个pattern 就是条纹 那条纹呢就不得不说他们去年的一个大爆款了 它这个条纹从一初到去年真的是炒到一个就是高点啊 他们家不同的单品之间的这个条纹排序是不一样的 有粗有细 有的间隔比较窄 有的间隔比较宽 它是根据不同的版型去进行设计 包括他们的一个丝巾 这一款丝巾呢 我觉得是就是把条纹跟logo结合的特别好 那叠起来的时候呢你就会看见一个色块在那里 然后因为有条纹的存在呢 所以它就会让整个丝巾看起来的立体感更强一点 存在感就会更强一点 但是它的配色呢又很低调 所以我觉得这条丝巾也算是很能体现他们家一个设计里面的这么一个单品了 然后聊完这四个关键字之后呢 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购买的一些投贴的单品有哪些是我觉得 入股不亏啊 就是一件可以穿很久 然后不断重复利用的这么一件单品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聊过的那个扭缝牛仔裤 穿着的次数非常的高 它真的非常的显腿细 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颜色觉得选择非常的好 它不深也不浅属于是那种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到的颜色 在夏天穿你不会觉得它太热 在冬天穿你不会觉得它太冷的这么一个颜色 包括它的用料 因为它为了就是让这个腿包裹的更好 看起来更立体更细更直 所以它就用到了那种比较硬的弹力不是很大的牛仔面料 长度啊 它在官网上面是有30和32的长度可以选择 我身高1米58我选择30的长度 刚好是在我脚踝上面一点点这个位置 我完全不需要去改裤脚 所以这一点真的是考虑的非常周到 第二件单品呢是围巾 这个围巾真的好舒服 超级舒服 而且它够大 出门坐飞机坐车坐高铁 就类似这种场合啊 你戴一套围巾它既能当毯子又能当围巾 再加上它的这个设计很低调 它这个围巾出了几个配色 我觉得每一个颜色都是非常好搭的 第三件单品呢就是他们家的那个羊驼毛单品 就是我第一件买的是灰色的羊驼毛 版型是我喜欢的 因为下摆是叫box型的 所以我底下可以配我任何想要嫌我腿细的裤子 把我的小肚子挡住 真的是很喜欢 然后我就想说那我要不就试一下他们家这个开衫的款式 那开衫的呢我买的是一件黑色的 现在视频里好像看不太出来 但开衫也是这种羊驼毛混羊毛的这么一个材质 就穿上去又保暖 然后又很cozy 看上去非常非常的 就小女人很慵然 很适合冬天 很温柔的这么一件 接下来第四个单品呢 就是一个惊艳到我的一个西装裤 这个西装裤也是我买的时候 没有想到它裤长这么的刚好 但是买到手 就是上身试完之后 我发现真的是小个子啊 如果你在找这种西装裤中 有点萝卜形状的这个西装裤啊 一定要去看一下这条西装裤 我之前在裤子合肌里边 我跟大家推荐过这条裤子啊 就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上身的这个效果 因为它的材质是这种垂润性特别强的一个材质 现在穿会有点略微的冷 但是因为它比较的宽松 裤管那边有留足够的地方 所以你是要套秋裤穿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如果你在找这种百搭的黑色西装裤啊 去看一下这条 在我频道收过100次的那个航缝棉服 在这里呢我就不赘述了啊 大家可以去翻我频道里面任何一期视频啊 在视频的最后呢 跟大家聊两个事情啊 就是我购买TOTEM的渠道跟经验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的选码方面的信息啊 首先就是TOTEM 基本上80%以上的单品都会打折 在年中啊或者是大促的时候 各种电商可能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折扣 那我一般看的呢 就这两个电商 Essence跟Fuffish 打折最频繁的 然后而且折扣力度算是比较大的 就是就TOTEM这个品牌而言啊 羊驼毛这件 开山外套我也是在他们打折的时候买的 多的时候可以到五折之类的价格 如果不是很着急的话 可以蹲一蹲折扣啊 官网的话呢我目前看下来好像是没有过什么折扣 选码方面 那如果身高体重跟我差不多 我身高1米58体重49公斤上下吧 上衣的选择大家可以直接无脑买最小码 因为他们家的上衣座是比较宽松的版型 裤子方面呢 你平常穿什么码就穿什么码 身高跟我差不多的话呢 裤长选30的就可以了 好 以上呢就是这个TOTEM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还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点个赞 顺便follow一下我的频道 这样我以后更新你就能看见了 那我是A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